中共隱瞞疫情信息被國際社會廣泛曝光 美聯社15號報導 中共官方內部文件顯示 中共高層在1月14號就已知道 國內肺炎疫情正在蔓延 並可能因春運造成大流行 但卻拖延到20號才向公眾發出警告 國務卿蓬佩奧表示 他和世界許多國家外長交談 他們都認為中共應對瞞報疫情 導致全球大流行負責 目前國際社會已要求追究世衛組織 在疫情中的失職行為 包括依賴中共數據 給各國錯誤指引等 川普總統日前宣布 停止向世衛組織提供資金並展開調查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